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影视踪全面开花 小红帽造型亮相皆舞舞 待播电影时间已定 随着气温的升高 人们正式迎来了五彩缤纷的盛夏 在这个炎炎夏日 少了王一博可怎么行 毕竟,有王一博舞台的夏天才是热烈的 就在此时,新一记者 旧世界舞在杭州正式开启了录制 人们不由地感叹 内娱终于出现了新一代的影视歌宗四期明星 可转念一想 豁然发现,王一博不是早已影视歌宗全面开花了吗? 尽管新一记者 旧世界舞在官宣王一博为总教头的身份之后 再就没有了消息 但是好奇的网友怎能错过新鲜的街舞、博 尤其在其他几位队长上班的路透视出之后 满网络找寻王一博的身影 好在同在杭州拍摄的王一博不负众望 一身粉色细衬衫头戴小红帽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 立刻,将人们的目光吸引过去 怪不得好多男性粉丝既不看他的影视剧 也不喜欢街舞和赛车 却入坑王一博而不能自拔 原来,是因为他的搭配风格 而当女性粉丝再次看到王一博的美妆弹造型之后 连期待的队长大秀都不去思量了 少女心瞬间萌发 是要集齐七个美妆弹 不换一个王一博 换事不可能了 就算王一博本人同意 那么多粉丝要如何分配呢 还是换一张王一博的电影票来得更实在 因为网传 王一博的三部待播电影时间已定 都知道今年王一博有五部电影要播放 如今2022年已经走过了大半 那些名幻幻幻飙着2022年上映的影片 也该逐步与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尽管网络上溜饼居多 但是关于作品的上映日期 却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风声 四次巨网友爆料 博纳影业表示吴明会在7月29日上映 《长空之王》在国庆档上映 维和防暴队在经历了更换主演之后 也通过了审核 预计在国庆期间与大家见面 虽然理智的网友们秉承着非官宣布约的态度进行为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 那些在本年度要播放的电影 剩下的黄金档期也就只有暑期档和国庆档了 如此看来 王一博主演的电影离我们真的不远了 就看街舞 博和电影 博谁先到来 期间会不会再空降一个电视剧 博 其实王一博在出道之后 就曾参加过影视剧的拍摄 也出过自己的单区 但是真正意义上让他在内于站住脚跟 大火特火的则是电视剧 随着其主演的几部电视剧的播放 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青年演员在不断地成长 同时 王一博也深刻地了解到 想作为一名合格的文艺工作者 必须要有过硬的实力和优质的作品 很多人都羡慕王一博能够在影视歌宗方面取得成就 可这些也只是他多面性中所体现出来的其中几面 其实还有参与国家形象宣传 积极投身公益活动 更有以滑板 摩托为代表的极限运动 以杂志 着装为代表引领的时尚潮流 王一博因此用全面开花来形容王一博一点也不为过 反而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形容词 而这个夏天也因为有了王一博的全方位陪伴 显得更加的绚烂多彩 王一博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